花莲市十一大街前重庆路就有大理石碎片扑面人行道破损严重 造成通行上的安全疑虑 花莲市公所透过开口契约执行人行道维护工程 市长魏佳燕前往县地勘察 希望透过人行空间改善 可以让市区步行观光动线更完善 花莲市十一大街前重庆路就有大理石碎片扑面人行道破损严重 造成通行安全疑虑 花莲市公所特别执行人行道维护工程 市长魏佳燕到现场勘察 希望透过人行空间改善 让市区步行观光动线更为完善 今天是在我们重庆路我们十一大街旁的这个人行道的一个改善案 那这一个路段是我们包括我们代表会的魏玉生代表 我们谢宜轩代表都有对该路段做一个反应 那我们其实有来会看过几次 那其实就是破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这次也用开口契约的钱来做一个修复 那可能这段工期的期间会造成大家的一个困扰 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市民朋友说 就是我们在去年底我们在明年国小在三校桌边已经有做了我们人行道的所有的改善 那在今年度也会在我们的花商 那民意国小 那国风国中 自强国中 美轮国中 那中原路 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个人行道的一个改善案 那总金额我们争取到了三亿 近三亿的一个金额 那在工程师施工的一个期间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我相信我们施工完毕会还给我们用路人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空间 施工所建设客 客长徐国成也说明了工程师做内容 东大门夜市周边重庆路 它有一段人行道破损非常严重 而且甚至有那个就是杂草杂树的生长 以及一些摊商就是可能违规那个占用的一个关系 造成说人行道的串联不完整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机会 希望将我们的那个东大门夜市时代运转 还有那个香榭大道重庆市场等等 做一个整个人行道的串联 那也搭配到周边铁路医院它的一个周边环境改善 将这里的那个通学 就是通行的环境做一个非常优化的改善 这项工程在2月26号开工 预计3月底前要完成 施工所希望连结东大门夜市和重庆市场 让民众及游客的步行环境可以更加的安全舒适 介络会换室报道